最深处是目前海洋里已知最深的地方 黑暗、低温以及上万吨的水压 让这里成了地球上生存环境最恶劣的区域之一 在马里亚纳海国的最深处都生活着哪些动物 琵琶鱼 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深海鱼之一 你一定在不少饮食作品里都见过它的样子 鱼头上的触角顶端有一个像灯泡一样的发光结构 琵琶鱼可以自由控制亮度 当琵琶鱼扩张血管的时候 这些线体就获得了更多的氧气 从而发出亮眼的光线 把猎物吸引过来 而遇到强敌的时候 它又会收缩血管 关掉光线 把自己隐藏在黑暗里 值得一提的是 雌性琵琶鱼可以长到一米 雄性身长却只有四厘米 因此雄性鱼大多会寄生在雌性身上 依靠它们去捕食猎物 被囊动物 这种掠食性的被囊动物 可不像它的长相一样讨喜 它的这张大嘴 可以一口吞掉过往的甲壳和浮游生物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这种动物有着自己的大脑 并且可以自由开关 比如依附在岩石上休息的时候 它们就会把大脑功能关闭 巨型鼠尾雪 鼠尾雪通常生活在海底 由于尾巴末端像老鼠一样细而得名 虽然名字里带着雪鱼 但却并不适合食用 我们知道通常好吃的鱼类 普遍生活在潜水区域 越往海洋深处 鱼的腥味也就越重越难吃 这是因为深海鱼身上 带着一种特殊的化合物 可以帮助它们对抗海水的压力 幽灵鲨鱼 幽灵鲨鱼在海洋深处 已经生活了超过四亿年 却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它的身上 有着许多现代鲨鱼不去背的特征 因此在古代希腊 人们又把它称为科麦拉 也就是希腊神话里 一只长着尸头 扬身蛇尾的怪物 魁鱼 魁鱼是深海里 最凶猛的猎尸者之一 它们对光线十分反感 因此白天会潜到海底深处 晚上再回到潜水区 魁鱼最大的特征 就是一口锋利的牙齿 既能帮助它捕食小型鱼类 也能下跑天敌 海洋的深处 隐藏着无穷无尽的秘密 数不清的新物种 都在不断地被人们发现 物种你从没见过的海洋生物 透明鱼 一名来自新西兰的渔民 在卡塔尔半岛以北 六十公里的地方 发现了这条长相奇怪的鱼 除了体内的一个橙色斑点之外 全身几乎都是透明的 像一件工艺品 在宋区检测之后 生物学者们认为 这可能是一种尊海峭 它们通常生活在南大洋 通过吞吐海水来向前移动 透明的身体可以更好地融入环境 不易被捕食者发现 翻水母 2016年 美国西海岸出现了一次百年一遇的奇观 成千上万只翻水母 一起被冲上了海滩 它们的外表和水母相似 除了头顶长着一片 类似船帆的软组织 一旦有风吹过 翻水母就会借着风力进行移动 因此又被当地人称为 风之水手 海蜥蜴 虽然长得很像 但海蜥蜴可不是真的蜥蜴 而是一种生活在前海的贝类 名叫海阔鱼 虽然颜色漂亮 但脾气却不温顺 比如2017年在澳大利亚 媒体就曾报道过 大批海蜥涌上海滩 遮伤了许多游客的事件 咒塞鲨 就是一种连渔民们都很少见到的鲨鱼 它们通常生活在几百米深的水下 因为鱼塞非常突出 所以被称为咒塞鲨 而缺乏光照 生活环境也比较封闭 因此还保留着满满的史前生物的极致感 虽然长相猙獰 但却通常不会攻击人类 而是以深海中的章鱼为食 巨型乌贼 巨型乌贼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动物之一 成年雄性体重 可以达到450公斤 眼睛比篮球更大 棋盘和汽车轮胎相当 虽然名声响亮 但人们其实很少见到活着的巨型乌贼 大多是被冲到水面上的尸体 直到2004年4月 南极海岸附近的考察队 才在罗斯海附近 探测到这头未成年的雌性乌贼 当时的体重就已经达到了300公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